我叫于怀锦 1992年出生在四川省自贡市 2010年入伍 现任西部战区空军新讯一旅三拍牌照 怀锦问于西 全部知所事 出自屈原的九张怀沙 父亲给我取下怀锦这个名字 就是希望我能够拥有美好的品德 七年的军校生活 让我学会了建议 也给了我迎接挑战的勇气 为了没看过的风景 我选择到基层带新兵 虽然延迟了穿上婚纱的日期 却见证了青春上堂的 萨爽英姿 三个月的新讯生活 有哭有泪 有笑有泪 每个微不足道的瞬间 都成为我们鸣客一生的回忆 从家中的娇娇女 到不靠颜值吃饭的女兵 从邻家女孩 到脸色有黑 军事挺拔的空军战士 我很庆幸 当军营的大门开启后 我能成为他们的第一个领路人 把坚韧 顽强 无畏的钢铁意志 根植在每一名女兵心田 做合格的带兵人 成为称职的领路人 我希望陪伴他们 迈好军旅生涯第一步 我是于怀景 两个月前 130名女兵 踏入了西部战区空军 第一心训练的大门 他们喜去牵华 剪去长发 将在这里接受 三个月的新兵训练 在摔打历练中 脆火成钢 完成从老百姓 到军人的转变 带领这些女兵 经受考验的 还有我们今天节目的 主人公于怀景 作为女兵连的牌掌 第一次带兵 她又如何帮助这些 年轻的女孩 迈好军旅第一步呢 听到 我倒的考虑后 还是按照我倒的动作 要领 大家我倒 我倒了之后 在咱们整个 为什么要低自扑弗 就是在 训练场上的于怀景 不够言笑 和许多新兵排长一样 除了初次带兵的兴奋 她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他们现在就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有很多东西需要一开始 就要往正确的方向去教 很多习惯就要往好的方面去培养 不然到了后期 就是很难改正过来的 2010年 18岁的于怀景 考入空军工程大学 本科毕业后 她又考上了研究生 2017年1月 她分配到了航空兵谋旅 为了锻炼自己 于怀景两次找到领导 提出了想要参加今年 新兵骨干集训的想法 而在这之前 单位里还没有过 在基层带兵的女干部 说你这个都不可能去 或者是你到时候 你抱上去了之后 人家都不会要你 而且你这个又是个研究生 还是个牌掌 你去了之后 你能干什么呀 尽管希望不大 但是于怀景还是决定 尽力一事 为了参加集训 于怀景特意推迟了婚期 一直有这个想法 我就想把排除一切万难 把所有的事情都刨开 然后留着集训 凡事都要去尝试 就是再努力 再困难 再大的险阻 我觉得我没有尝试过 我怎么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好 向腰 阵 向腰 阵 向腰 阵 二 一 于怀景最终接到了参加纪念 骨干集训的通知 在骨干集训的一个月时间里 于怀景和男兵一起爬树 过障碍 女汉子的表现 也让男兵们刮目相看 平时我们都叫他鱼哥 因为怎么说 平时的时候 也像个女汉子一样 所有的男兵 包括鱼哥 咱们一起爬树 手上都磨破了 手肘 在地上 那个血渗在那个米彩符上面 拥抱 走 一个月的集训过后 西部战区空军新训旅迎来了新兵 于怀景走马上任 担任三派派长 新兵营的女兵 基本上是1998年左右生人 初入军营难免有思想波动 于怀景不仅要抓训练 还要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 进行合理的心理疏导 在一次三公里体能训练中 他就发现了新战士 袁红的问题 让我感觉可能他甚至 甚至愿意跑着跑着 自己摔倒了 都不愿意把步子迈开 然后努力坚持下去 往前跑 袁红是从大学残军的 入伍后他很快适应了 没有手机作息一致的机体生活 可每天的三公里训练 却成了他最难熬的时刻 就这种为难情绪特别重 遇到困难就想放弃 就不想跑步 觉得跑步很累 跑得距离很长 就不想跑了 为了帮助袁红克服思想上的惰性 跑三公里时 于怀锦总会陪在掉队的袁红身边 为他加油 排长就一直给我口令 教我怎么呼吸 教我步伐 一直陪我跑 一直陪我跑 每次我跑 要跑不动 要停下来的时候 排长就鼓励我说 能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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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加油 加油 在于怀锦的陪伴下 袁红勉强跑完了全程 可是体能测试时 他还是掉队了 因为总跟不上队伍的节奏 渐渐地袁红对跑步 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 就是出门就像 故意摔跤不想跑 摔伤了就不跑 就那种 一出门就觉得否定自己 1 2 1 袁红用这种方式来逃避跑步 身上大大小小的擦伤 虽然换来了一次又一次的 中场休息 可是半途而废的三公里 也让他充满了挫败感 袁红他其实学习还挺好的 都是属于那种比较 征强好胜 挺自尊心挺强的那种孩子 然后每次一旦说到 袁红每次你跑步都跑不完 或者怎么样 他脸上的那个表情 还是能看出来有一点 也不知道是自责 还是有点不高兴 不服气的那种感觉 根据袁红的性格 于怀锦又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把袁红安排在了队伍的最前面 周围都是他的战友 如果他要掉队了 然后大家就去帮他 就去推他 就去帮助他 然后或者是他一旦想要放松了 然后我们大家喊口号 就从一而一变成了 袁红加油 袁红加油 然后整个声音响彻整个院子 第二次体能测试的当天 正好是袁红的生日 和往常一样 不到两圈 袁红又开始顾忌重施 可是这一次他的计谋没有得逞 我还是在故意摔了一跤过后 然后是一个战友跟一个班长 他们拉着我跑 一直拉着我跑 而且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 他们用皮带 皮带就是皮带框住我 一直拉着我跑 跑了一圈多 跑到最后 我一直在边跑边哭 边跑边哭 那个时候 真是觉得好痛苦 袁红加油 为了鼓励袁红 于怀锦还发动全排 唱起了生日快乐歌 加油 咱派同志们 今天是咱们袁红同志的生日 我说眼看着他要掉队了 咱们千万不能让他掉队 来咱们唱首生日快乐歌 来鼓励他 那一刻 那一刻袁红第一次体会到了不负众望的集体荣誉感 与之相随的还有全力以赴的成就感 今天就是有一天我们跑步的时候 跑完了之后 我看见他没有掉队 我还挺开心的 我就说 我说袁红你现在可以了 你现在都不掉队了 能跟上了 然后他特别开心 特别骄傲跟我说 那是 我现在可以了 如今即使依然口腔冲血 步履沉重 每天的三公里 袁红再也没有掉过队 因为他知道 排长总会等在前方的某个路口 而在背后 还有无数战友的目光 在鼓励着他 奔向前方 我叫于怀锦 1992年出生在四川省自公市 2010年入伍 现任西部战区空军 新训一旅三拍拍照 从家中的娇娇女 到不靠颜值吃饭的女兵 从邻家女孩 到脸色有黑 均自挺拔的空军战士 我很庆幸 当军营的大门开启后 我能成为他们的 第一个领路人 把坚韧 顽强 无畏的钢铁意志 根植在每一名女兵心田 做合格的带兵人 成为称职的领路人 我希望陪伴他们 迈好军旅生涯第一步 我是于怀锦 军旅人生正在播出 于怀锦 当好新兵 领路人 心讯过半 女兵们的经历 像是一步血泪石 她们平均增重八斤 不仅腰变粗了 脸也晒黑了 虽然颜值降低了 可是逐渐增加的兵味 和每天长肌肉的感觉 却让她们痛并快乐着 看着一点点蜕变的女兵们 于怀锦似乎看到了 自己当年的影子 如今她最大的期望就是 成为一名合格的引诱人 这首《女兵遥》是于怀锦新训第一天交给大家的 这次新兴 于怀锦既担任的排长 又兼任石班的班长 跳舞的这名女兵叫吴强霞 这支舞蹈是她即兴创作的 遇到这样的场合 于怀锦总是让她露上一声 可是在两个月前 她并没有现在这么开朗 出入军营 因为好动 吴强霞也成为了连队里犯错最多的一个新兵 废话多 借口多 理由多 表情特多 之后就 IP 不久吴强霞也在连长那里挂上了号 这让本来就和大家有距离感的她更加沉默 后来于怀锦发现她总是一个人偷偷地哭泣 为了让吴强霞尽快摆脱悲伤的情绪 于怀锦想出了一个办法 我把她们的生日都记录在我这个手机的日历里边 然后设置了一个提前一天的提醒 她每天 每次过生日前一天 她都会给我发送这个生日提醒 而且是根据她们每个人过不同的生日 有的人可能喜欢过农历 有的人可能喜欢过心力 我根据不同的都把她们记录起来了 在新兵营 吴强霞迎来了自己的生日 这一天于怀锦 以为她准备了特别的庆祝方式 虽然这是以外方面面 但是里面有一个鸡蛋 你把它赶紧吃了 她看到之后 愣了 愣了三秒之后 眼泪哐一下就出来了 就先是说我出话来了 然后让我觉得最神奇的是 她周围的那些战友 就是我们班的其他的女孩 好几个都跟着哭了 渐渐的吴强霞变得越来越开了 对班里的工作也开始越来越用心 跟战友们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 我能看出来她一直试图努力地 想要在我面前表现她更好的自己 包括很多细节上的小事 像平日在班里边一些 他们要打扫内务 还有一些规整东西 一些事情 她会主动地去提醒大家 在这些刚刚成年的女孩眼中 训练中的于怀锦不够言笑 可生活里她却是个温柔的女孩子 这一天是周末 于怀锦陪着班里的女兵给家人写信 原本欢快的气氛 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就是写平时在部队的训练 就是各方面生活的一些 我写给爸妈 我自己把信封给用完了嘛 所以说也就没有信封了 正好就写给自己 写给我爱人的 这些九五后女兵 以前并不喜欢写东西 如今这种传统的方式 却具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部队里的点点滴滴 镇有间的情谊 信里写下了他们关于成长的一切 他的创新方法 他可以想得更多 因为他在学校 他至少接受的教育 他经历过的这种事情 他肯定要比我们单纯的 在部队成长起来的干部 或者是说部队成长起来的班长 要多一些 所以他可能在想方法 想对待问题的这个方式上面 可能会比他们更多样 明天就是新兵受闲的日子了 这天晚上女兵们格外嫉妒 训练上严格挑剔的于怀锦 这会儿充当起了他们的镜子 那小伙下挺好看的 对于地方上的小姑娘来讲 女生的衣服千千万万种 各式各样的 特别漂亮 但是我觉得你到了部队之后 你能穿上这身军装 你能把这双军装穿好了 穿帅气了 才是最美丽的 最漂亮的 信里 2017年11月11日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空军成立68周年的纪念日 也是新兵受闲的日子 这一天起 这些女孩正式从一名地方青年 变成了合格的军人 三个月的冰之初体验 对于这些刚刚入伍的女孩来说 只是漫长军旅生活的小小节点 而这段笑泪交织的短短旅途 却是他们迈出军旅生涯的第一步 于怀锦成为了他们的第一位引路人 在新兵里这样的一个大家庭 在新兵训练 这一个青春最难忘的一个阶段里 大家能够共同的携起手来 去成长和进步 每个人都有可回忆的地方 每个人都有可珍惜的地方 十一月份 三排有十个人过生日 于怀锦特意举办了一次 集体生日宴会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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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他们尽情享受着最甜蜜的时刻 正如在这两个月里 他们彼此见证泪水 共同经历风雨 一同品尝成长的喜悦 对于于怀锦来说 这短短的三个月 也成为他军旅生活的新起点 梦想就该全力以赴 青春就应永不言败 三个月的新兵连训练结束后 这些女兵将吩咐通信 医疗等岗位 履行职责和使命 开启自己的军旅生涯 于怀锦说 那时她也将抽出时间 和爱人去补拍一下结婚照 无论是对于这些女兵 还是于怀锦来说 这三个月都是一次难忘的成人礼 用一身戎装半量青春年华 这是他们无火的抉择 更是他们历久迷新的记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了解更多的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 只登陆中国军事网 关注军旅人生微信公众平台 明天的节目 我们将带您认识一位 不走寻常路的连长于迪 期待您的关注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一个地方大学的高采生 博士录取之后 为何要主动放弃 一个有口皆碑的指导员 面对晋升机会 为何要改任连长 军旅人生下期为您播出 于底 蓝军连长的三次抉择